感觉又一次来到我熟悉的那个车站了 我现在去那个国会大厦那个岛 看一看就在对面 上一次去啊 我这个回来挺不容易的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的话 这个桥看到了吗 这个桥过不去你知道吧 遇个绕一圈 所以啊 我今天可能也给人绕行一下 它这边的这个花篮呢 弄得像青红细一样 摘掉帽子吧 太黑了要不 估计啊 像今天在这个位置这么走 应该是最后一次了 再下一次就不知何年何月了 哎呀 因为斯德哥尔摩这个地方呢 我个人觉得除非是出差 办事儿否则我不会轻易来了 作为旅游的话呢 它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旅游城市 它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城市 在这住行 旅游不行 它没有什么太多的经典 就像我昨天说的一样 不像法国的 因为爱博铁打啊 对吧 你有陆浮宫 但是这里呢 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景色是很美啊 因为它这个整个城市啊 没有被战火焚毁 所以呢 保持了原来啊 以前的老城的风貌 之后 我们先写着 嗯 评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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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